香港第五波疫情来势汹汹 香港福建社团联会连续多日加班加点 组织人员包装抗疫物资派发给乡亲 由于需求增加 抗疫物资出现严重短缺 正在此时 福建省委省政府领导 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全力支持居港免及乡亲防疫抗疫 省委统战部迅速组织力量 采购抗疫物资送抵香港 2月22号 由福建省委省政府赠送的首批三万盒莲花亲温胶囊 和五千盒货乡正气滴丸运达香港 香港福建社团联会第一时间安排部署 希望能尽早将抗疫物资派发到广大乡亲手中 因为香港疫情很严重 我们感谢福建省委省政府 省委统战部 即使给我们送来抗疫物资 送来几万盒的莲花亲温交流 还有省区网 为我们香港的疫情 为我们福建的乡亲的安危 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代表香港福建社团联会 也代表百万的民族乡亲 向福建省委省政府 省委统战部 表示衷心的感谢 香港福建社团联会 港岛东分会 新建西南分会等 在收到抗疫物资后 发挥救急如救火精神 全力组织分会义工 紧锣密鼓包装抗疫物资 并将在各区派发 希望为乡亲洒下一场及时雨 港岛东分会 也积极地配合 福建联会的各项工作 全力投入到 这区的抗疫当中 我们的义工 今天一早就在 港岛东分会 进行包装抗疫物资 来派发给市民跟乡亲 抗疫物资里面 有莲花清溫胶囊 还有可灶 快切包消毒药水 东南传媒香港报道